韓國隊的後仰出手 吳士根喔 真的 他把個人能力 以及投籃的狀況 完全發揮出來了 年僅24歲的年輕中鋒 吳士根目前 才24歲 切入的時候 結果造成的犯規 卻是和聲證的犯規 我們可以看到 中華隊不管是 3號位置的陳信安 還是4、5號位置的吳代宏 在攻擊籃框方面 打得都非常的主動 因為你主動 所以就可以帶給對方的壓力 整個韓國隊在防守方面 就比較容易措手不及 所以和聲證 畢竟他的身高比較高大 體型也比較笨重 221公分 當然體重也非常非常重 所以 那他的移位的速度 就不如我們的球員 他第一場比賽 打馬來西亞扭傷了腳踝 所以說 對於他的體重 跟扭傷腳踝的情況來看 他的移動速度 肯定會受到影響 在第一節 吳代豪目前拿了9分了 陳信安攻擊他6分 中央隊現在是20比16 在第一節是取得4分領先 距離這節比賽結束還有50秒 再給他到底線 倫泰宗現在防守他是呂建如 在底線的出手 這球彈出來 中央隊前面有快攻擊位 李薛林黛 這球再給藍以下 收球之後出手 沒有進 韓國隊拿下籃板 韓國隊反快攻 中央隊要趕快回防了 已經攻過來了 中央隊 中央隊在第一節 現在還有Last Shot的機會 在第一節呢 應該有機會呢 帶著領先來 結束了第一節比賽 20比18 牛籃 吳戴豪收球交給藍以下 差點掉 張宗憲在底線的出手 差一點點 他的感覺還真的是不錯 在第一節比賽結束 中央隊是領先的韓國隊 在第一節打完之後 文泰宗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的Field Go 中央隊現在是20比18 取得2分的領先 吳戴豪攻下9分 是全場得分最高球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最高的地圖 現在是20比對